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,欢迎来到宇阳开运小学堂。 在上一集的职场必胜22方案中,我们已先提供部分方案给大家,还没有看过的朋友,记得点选右上资讯卡及下方说明栏观看。 而在下集的内容中,我们将带给大家另外6个热门问题的解决方案,快分享给身边的朋友,一起成为职场长盛军。 问题一,时机拍拍,换工作好吗? 方法一,安定心神,提升正能。 经常无法静下心的人很适合佩戴琥珀饰品或配件,琥珀为佛教七宝之一,具有安定与沉稳的力量。 此外,平时可以轻轻按摩手掌中心点牢弓穴,能消除紧张,稳定情绪,进而做好事情。 而心念也很重要,实时激励自己,自然就会产生正向能量,开启一个循环相生,凝聚其愿,心想事成的幸运磁场。 方法二,太极调和,好运转动。 太极即是阴阳,是形成万物的本源,动静结合,刚柔并记,有调和之意。 因此练太极拳是锻炼心智,修养生息的极佳运动,有利于重拾并增强工作上的信心与冲劲。 可于每天早晚在胸前用手指画太极图案四十九遍,或佩戴太极饰品,在胸口形成一个良好的转运中心。 阴阳得以调和,自然身心愉悦万事足,事业过关斩将好运连。 问题二,一直找不到工作该怎么办? 方法一,挥别厄运,迎接好运。 想顺利找到好工作,必须先解除厄运对你的所有负面影响。 首先,将过去找工作时遇到的不如意,用白纸黑笔条列下来,然后烧掉,视为除灰进化。 接着在入睡前,用沐浴盐或有除灰效果的沐浴品搓洗全身,做足洁净功夫,再用精油泡泡热水澡,洗去一天的尘埃及晦气,舒活身心。 最后上床睡个好觉,为求职表现做好准备。 方法二,用硬的硬,硬到硬开。 一硬,二硬,三硬,四硬,一方小小硬张就能够开硬。 掌硬不仅象征掌管权力,也代表服硬、注硬,为自己及家人科开运硬张,随身攜带可强化运势,创造全新人生。 若想找工作顺利,不妨使用绿色天然玉石或东灵玉材质的硬张。 绿色代表木形能量,象征如树木般坚毅向上的力量,可安定心性,坚定意志,让人积极面对艰难险阻,迈向成功胜利之路。 问题三,如何提升职场情商? 方法一,规律运动带来好心情。 有些人情绪不佳,是因为累积太多压力,长期形成的毒素累积在体内,这时候最适合做有氧运动,洗三温暖或泡澡,让自己出一身汗。 或是做瑜伽,练太极,平时多走路当运动,意念在丹田,用腹式呼吸,感觉身上废弃,有规律,有节奏的被呼出体外,让压力于体内毒素随着汗水排出,压力减少,毒素不见,心情自然愉快。 方法二,喝一人水降火气。 觉得怒火中烧快爆开始,建议喝杯一人水,熄灭心头火,才能心平气和的沟通。 首先将一人煮到透,不加其他东西,例如,糖吉冰块。 只加一点水,放入果汁机打成汁,每天喝一杯,既可养颜美白,也有助于降心火,消水肿,让整个人看起来轻盈美丽,心情当然更美丽。 这边小提醒,体质虚寒或逢生理,其不宜引用哦。 方法三,挂风铃削口舌。 在门与门间的天花板挂一串风铃,当风吹过或人经过时,风铃会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。 即使只是一点点的声音,都能帮助化解更大的吵架声,达到远离口舌是非的功效。 问题四,业绩无法提升怎么办? 方法,名片开运法。 准备一个名片盒,将自己与重要客户的名片一起放进去,并在第一张与最后一张名片的背面画一个太极的图案。 借由太极阴阳调和作用,创造双方互赢的局面,帮助自己顺利累积人脉资源,成功开创事业新版图。 并于早,晚,将名片盒打开捧在手中,靠近胸前,闭上双眼,脑中冥想所盼望的事情,持续七秒,就能汇集幸运能量。 问题五,缺乏工作动力怎么办? 方法,神清气爽活力道。 想要活力在线,增加工作效率,第一步要保持办公室环境与办公桌面的整洁。 将文件档案分门别类,否则桌子一乱,心思不定,就无法妥善思考,影响工作活力与效率。 建议可以不定时以香水或草本除灰喷雾撒进环境,特别是阴暗角落,得以除灰气、聚正气、进化磁场,让事业发展更顺利。 问题六,我能够突破职场瓶颈吗? 方法,运游新转,重新努力。 工作总是不顺利。 面临前所未有的事业危机。 扭转劣势,突破瓶颈并不难。 只要先进下心,找出问题症结,勇敢面对与解决。 正所谓运游新转,新进的转变是第一步,凡是往好的方面去想,运势才能有所提升。 想快速转念,建议平时除了可以多听正能量音乐及冥想外,也可多念诵新经,帮助你获得心灵的平静,与突破万难的决心和勇气。 谢谢大家的观看,喜欢这个单元的朋友记得到以下社群搜寻,与杨乐国家族,我们下次见。